近日热播的《心汉灿烂》已然成为这个暑记党的黑马 收获超高收视率的同时 两位主角也备受观众好评 无垒弟弟自然不用说 童星出道的他几乎是粉丝看着长大的 从狼牙榜到《心汉灿烂》一步一个脚印 他的成功似乎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而赵露丝从无名网红到走红 之后频繁登上热搜 争议不断 在他身上有着很多负面标签 绿茶 不良 营销卡 他又如何争托这些 将一手烂牌打成王炸的呢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娱乐矿工 挖你不知道的料 本期我们聊聊国民初恋赵露丝 开始前可以点个订阅 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网上曾有这样一个话题 为什么赵露丝给我一种被保护的很好的感觉 从出身来说 赵露丝的确从小就被保护的很好 1998年11月9日 赵露丝在四川成都的一户富裕家庭出生 父亲是有名的企业家 母亲则在家做家庭主妇 他是家里的独生子女 自然被当作长照明珠 赵露丝从小长相软弱 介绍了父母的高颜值基因 特别是笑起来 十分有感染力 可谓人见人爱 据说赵露丝出生时 差点取名照得住 没看是哪三个字的话 光听还以为是照得住 不过也确实符合他布局小姐的个性 父母都是巴蜀人 有着乐天的性格 赵露丝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 慢慢有点假小子的性格了 上初中时 有男生给他写情书 他都不太了解这是要干什么 于是乖巧的 将这些情书都上交给了老师 不过即使这样 也没能阻挡旺盛的桃花 上高中时贴吧开始盛行 赵露丝的照片 被同学们放在学校的巴里 没想到一下子火了 赵露丝也经常上网冲浪 时不时上传一些自拍 就这样成了一名网红 这张起刘海 穿着运动装的照片 更是成了很多90后的QQ头像 不过上天给他开了一扇门 就肯定会关一扇窗 外貌舒色的赵露丝 偏刻严重 特别是数学 对他来说如同天书 孩子文化科的不足 赵露丝的父母也并没有太严苛 反倒花更多的时间和金钱 培养他骑马 射箭 体操 这些特长 2016年 16岁的赵露丝报名参加 超级女生的海选 在宿舍里 他录制了一段视频投稿 演唱曲目改编自火爆的游戏 冒险岛2 背景音乐 可以看出 这个时候的赵露丝非常青涩 唱歌能力也并不突出 因此视频投稿海选都没能通过 莫不担心 童年他参加高考 成绩也不如人意 只好在父母的安排下 报考了台湾的一所私立大学 明道大学 虽然比不上大陆的名牌大学 但也算正儿八经的本科院校 却没想到 到了台湾的赵露丝 放飞自我 留下了日后被黑的证据 而之前报名超级女生 却意外成为 他进入演艺圈的踏板 在明道大学 赵露丝学的是时尚造型 但因为在大陆 有过当网红的经验 因此相比于学业 赵露丝更多的兴趣 在倒腾自媒体上 大学一年级的时候 赵露丝就自编自导自己出演 拍摄美食测评的视频 让我们数一数 现在一共有 一二三四五六 六桶泡面 看起来很让人流口水 但一定很好吃 同时 他还交往了一个男朋友 两人留下不少合照 穿情侣装天脸非常亲密 这件事在赵露丝爆火后 被挖出 遭致不少骂声 当然这是后话了 2016年11月 赵露丝突然以嘉宾的身份 出现在大陆综艺 火星情报局上 正式进入演艺圈 原来当年报名 超级女生的视频 虽然没能让她通过海选 却意外在网络走红 又被汪涵看中 喜欢看汪涵节目的不难发现 她常常提携一些新人 无论是天天相上 还是火星情报局 都走出过不少行星 而在节目上 汪涵对赵露丝也非常照顾 出出忙碌的赵露丝 在节目上话并不多 基本都是汪涵主动让她接 因为 伊林姐姐她是没有机会嘛 但是局长经常给我好多机会 但是很多时候 我都没有 就把握住那个机会 在火星情报局上 赵露丝虽然没能大放异彩 但有了第一波流量 这之后 于正看中她 邀请她参演自己的电视剧 凤秋皇 这部剧 女主是关小彤 男主是宋威农 两个人的咖位 在当时都比赵露丝大太多 不过因为赵露丝 在剧中的角色 并不讨喜 所以并没有为赵露丝 吸太多的粉 并且多年以后 于正发朋友圈 说赵露丝忘恩负义 把她删除了 还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赵露丝 演艺事业上 真正开始有起色 应该是在2018年 和X9少年团 一起出演的 哦我的皇帝陛下 剧中 赵露丝饰演了天生 带有水逆体质的少女 罗飞飞 意外穿越到一个神秘国度 黄道国 并与该国皇帝 北唐义 发生了一系列的甜宠故事 这部剧 当时因为道具 太过随意 遭到吐槽 但赵露丝在剧中 豪放的性格 女一的道路 2020年 赵露丝终于等来 她的成名作 传魂中的陈千千 这部剧同样是架空 加穿越设定 赵露丝在剧中的扮相 十分漂亮 其中哄音造型 堪称惊艳 凭借着这部爆火的电视剧 赵露丝的视野 也迎来了巅峰 获得了当年 文荣奖的最佳女主角奖 然而随着爆红而来的 还有各种质疑 首先是对她言弃的不认可 从出道起 赵露丝出演的电视剧类型 基本相同 都是网络填宠剧 而成功的角色也很雷头 搞笑吕洛飞飞 穿越的大老洞 女神经 陈千千 确实能够薄军影像 但称不上有多少演技 除此以外 走红之后 赵露丝的一举一动 引发更多关注 也引起了很多的争议 2020年 湖南卫视举办第三十节精英节 赵露丝凭借传闻中的陈千千 和我喜欢你 也成为候选人 不过最终 因为两部剧都是网剧 未能上心 最终无缘评选 最后当年的精英女神 也由宋茜抱走 而宋茜因为服装问题 被全网嘲笑 负面新闻流出后 赵露丝却被人发现手动点赞 尽管他秒撤回 还是被手快的网友截图了 随后点赞的事情 马上传上热搜 赵露丝也密码发布道歉 称自己手滑 不小心点赞 还配上了自己的丑照 这件事开始不少人 对赵露丝改观 认为他清纯的外表下 小有心机 以有心机为题 赵露丝又出现了 不少幺蛾子的事情 首先是碰瓷赵丽颖 陈千千活起来后 曾有粉丝发现 赵丽颖的词条下 出现很多赵露丝的内容 也有通稿称 赵露丝是赵丽颖的接班人等等 最后以赵露丝接受采访 拒绝捧杀收尾 再比如2021年 赵露丝给迪丽热巴作配 出演电视剧《长歌醒》 电视剧播出后 迪丽热巴的古装造型被吵 网上出现了一批 对比迪丽热巴和赵露丝的内容 被迪丽热巴粉丝认为 是对方买的通稿 当然 最烂的瓜还是2020年11月 和肖战的恋情曝光事件 当时网上流出一张 赵露丝本人官宣的截图 顺利一报上热色后 赵露丝工作室 密码发布声明称 是有人恶意传播虚假截图 紧接着赵露丝本人发布称 没有伤害任何人 所以不该不开心 结果这番话惹老的肖战粉丝 认为都是他自导自演了这出戏 蹭肖战热度还装无辜 事情越来越大的同时 曾一手提携过赵露丝的余政 也来横插一脚 突然发布了一张潮绿茶的图片 也不怪网友们脑洞大 毕竟我们前面收获 余政曾公开弟子赵露丝情商丁 与此同时 赵露丝上大学时 和男友同学的照片也被翻出 而当时赵露丝还未满18岁 一下子赵露丝成了重视之地 随后余政又发文 艾特赵露丝 评论他演技与外形都称得上是佼佼者 本人有点缺心眼 但绝不是功利之人 只是团队没把力气用在正确的地方 其实从余政的评价中也能看出 此事多半和赵露丝本人没有什么关系 买通告的行为在圈内并不罕见 但赵露丝的团队显然用力过谋 这件事后 赵露丝的团队似乎也吸取了教训 专心拍片 赵露丝也相继出演了《茄式天下》 《郭子仙》 到如今的《心寒灿烂》 生活中又前期大学时自己录影的习惯 时常分享一些和朋友们玩上的视频 照片 充满生活信息 纵观赵露丝的成名录 他的努力不找痕迹 被人说只会演甜宠剧又如何 生活中并不是只有苦大仇深 影视剧也不是只有带来深刻思考 才是好作品 能够演好让观众开花一笑的甜宠剧 不让人出戏也是一种本事 这也是他经历这么多 观众缘还是好的原因 自然开脑本就是他的本色 甜是他从出生起就与生去来的能力 这种能力在娱乐圈也是稀缺资源 对此大家有何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好了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 如果喜欢不妨点个订阅 记得点亮小铃铛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